黃老師 我記得他有講過 他想要辦生前告別式 那你記得黃老師六十歲嗎 對 我六十歲那年 我想要辦生前告別式 不過我也不會討文才 也不會這樣子 我那時候是想說 為我們基金會 因為那個 馬俄甲安置中心募一些款 所以就用生前告別式 我要賣門票 我用心良苦 那是善的出發點 那時候就主張說 可以請宏儀跟余美玲來當主持人 那最後 我有答應 你有答應 然後最後我以未王人的身分 出來謝謝大家這樣子 所以準備要賣門票 然後大家都講笑話 那時候一票要賣多少 那時候不記得 現在比較貴 現在有賣大概九萬 對啦 至少要一萬 那你六十歲沒有辦 那後來有想要再辦嗎 有 我七十歲想要辦 但是那時候就是我爸爸媽媽 就跟廖老師說的嘛 我爸媽就說 急什麼急啊 你在說第三歲 我怎麼又疑了呢 這句就很兇的嘛 對 什麼話都不用講了嘛 就覺得不好 何必把這樣子 覺得說自己要打破傳統 又是那個女性 後來我講說 女性當身檢告 辦身檢告別事 曹佑芳也做了嘛 然後其他的身檢告別事 有男生的話有別人做 那我爸媽又不准 我就算了 後來我到了七十五歲 我還是決定要做 我就是要利用這個機會 募款就是 都要派門票 結果 結果就 我很意外 我不太迷信的人 可是我在不同的時間 我已經都找好了 甚至我要拜託那個 吳戀正做舞台設計什麼 都準備好 結果我在不同的時間 夢見我爸爸媽媽 很特別 你常常夢見他們嗎 沒有 我從來不夢見他們 很少夢見 雖然他們跟我很親 感覺我很少夢見 結果就夢中 我媽媽就是 好像在跟人家聊天 然後醫師就說 你看 醫師說 我們這三八十五年 要去做什麼身檢告別事 有話不合這樣子 我醒來的時候就覺得說 會有 就是不太舒服 那我爸爸在不同的時間 什麼話都沒有講 是我跟我爸講說 爸爸 我跟你講 我把你身檢告別事 我要來募款 人要募款 我去金火了 我爸什麼話都沒有講 就跟我搖頭 這兩個夢 我就想說 就是因為日游所思 你們已經走了 這也管不上我了 所以我沒有那麼介意 反而是一個大師級的 這個宗教界的 這個大師級的朋友 打個電話 透過人家跟我講 他說他不認識我 從電視上認識我 他說跟我那個朋友 譬如說透過廖老師說 你跟黃岳岳說 不要辦這個身檢告別事 他不適合 後來我問他說為什麼 他說 你收養過兩百多個小孩子 這些小孩子 你是他的忠心思想 他們有的就是因為 遠方有個阿嬤 嫌媳嬤 他都叫我嫌媳嬤 遠方都有一個嫌媳嬤 在保護他們 是他們的家 結果你不會證明 大家都好好去辦 生檢告別事情 對這些孩子來說 也是一個不好的 感覺他們會有一種 頓私依靠 他是這樣子講 這一點就說服我了 對 後來我就決定說 那我放棄了 反正 再沒有幾年輪到我 我該走就走了 也不要再辦什麼東西 辦什麼麻煩 不知道什麼 差不多還等四十多年 感恩 但是 請你有沒有詛咒我 吃百人 我跟你講 長壽 一定要健康 對 當然一定要有 旁邊有人陪伴 要有錢可以生活 假如這四樣都沒有的話 其實長壽的意義不大 那時候你覺得想要邀請什麼人 那時候有 那時候好像名單 都是一些好朋友 我一直覺得說 我那時候也是有感說 這種台灣的婚商喜慶 其實都很表象 也很現實 也很矯情 也很矯情 所以我後來年紀越大 我的感觸是說 不辦也好 我是認為說你要辦的話 像我最後就是選擇 要做那個斷食是不是 斷食 散鐘 我打算要做斷食散說的時候 我最後呢 你知道病人到最後呢 是虛的 是弱的 是醜的 應該只有家人就好了 其他都不要了 不好看 因為要面子的人 大家都要面子 那你去的話你能夠講什麼 如果你活得越長 像我爸爸活到九十歲的時候 九十五歲的時候 我跟他講說爸爸 什麼叫做長壽 你對長壽有什麼註解 他說就是沒有朋友 常常 當會修沒有朋友 當會修就沒有朋友 因為大家都走 如果不走的 不走的也不走 還沒辦法來看你 坐輪椅 直接不在家 不走的也不走 他說如果不走的 如果不走也不走 他走的也不走 萬年國會那時候就看到了 所以他就 我就問他說 什麼叫做長壽 他說當會修就是 沒有朋友 有道理 你說現在的這個 商禮都滿現實跟矯情 怎麼說 對 你看 如果說你今天是 畏高權畏重 那來參加的 花蘭送一大堆 晚年送一堆 然後人 大家擺著 擺著進去 然後大家擠進去 然後 黏黏的一大堆 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說 大家能夠當作 不知道的 就當作不知道 還有呢 如果你是畏高權畏重 或是有錢人 你看 他上去致詞的人 我們都知道他不是那麼偉大 可以把他講成 難得可以講成 亞歷山大帝 對不對 女的可以講成 一三百女王 我跟你講真的是 都碰到風就對了 沒那麼 那就拔威嘛 對不對 坐下腳就想說 你也太過頭了對不對 對 也許 本來是畢胸的 所以我唱出來 沒唱 我就是在那邊看 這種話也講得出來 對啊 因為你只有真正的好朋友 你去講到的時候 你會哽咽 你真的會捨不得 那生前告別是 人在那裡聽我們 這個去講的人 怎麼敢講不好 我跟你講 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辦生前告別事 如果講笑話 我就跟著笑 如果講那個 我不愛聽的 反正我等一下會以 未亡人的身份出來 幹你嚇 我怎麼會怕你咧 對不對 對啊 你說我不愛聽的 我等一下跟你嚇回去 對不對 然後大家就講好笑的 而且你既然是 生前告別的 你就要聽聽說這些人 是怎麼講你的嘛 可是問題是因為你還活著 他就也不會講不好吧 他會講 我就跟你說 他會講 我也要把他嚇回去 所以我不怕 我們還是有機會討回公道 對 黃老師 你想要做大體老師 你有簽票嗎 我有簽 大體老師耶 我也要這樣掛來掛去 我起先是說服我的兒女 讓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那時候 北醫叫我去開記者會 就是說台灣現在有一萬多個人 在等著器官移植 可是我們真正捐器官的人 沒有超過四百多個 全國 那這是一個很可怕的 表示說大家都不願意捐 或者不知道哪裡去捐 所以我出來宣導這個的時候 後來就有一個 我的一個晚輩跟我講說 黃老師 不是只有可以捐那個器官 我那時候還跟他開玩笑說 我全身都 不運動 不節食 不保養 全身都壞掉了 他說眼角膜好像可以 我說好 那還有一個地方可以用 是 他後來跟我說 也可以捐大體 捐大體就讓醫學院的學生 做解剖用 對 我就說好 那我問他說 如果做大體結束會怎樣 他說還是會把你封起來 對 是不是 對 封起來 然後再把你拿去燒 燒完以後骨灰還是會給你的 家屬 然後在那個捐大體的地方 掛一個牌子 是你的名字 太好了 也不用墓碑 對不對 然後骨灰呢 我大概就做 去設計那個 鏤空的那個戒指 然後要求孩子 每一個人 放一點點骨灰在上面 小媽媽的時候 就把戒指戴上去 不小的時候 戒指就放在旁邊 這不是不錯嗎 所以永遠與他們同在 然後大體捐給台灣 這一塊生我的土地 養我的土地 這剛好而已 你會怕死嗎 怕死 大家都會怕 第一次來我就怕到 蜜蜜就在樓下 所以人家怎麼會怕死呢 但是你如果說 牌子 看說我會死 要怎麼面對死 你那個恐懼減少 就等於多一份勇敢 只有這樣子而已 當然有人不怕死 講得瀟灑 碰到就不一樣了 我們去做 臨終關懷的時候 還是怕 什麼都交代好了 還是握著我的手說 黃老師 我是一大沒希望 我那天看那個誰 版本農醫 他的最後的紀錄 我覺得那個NHK做了一個 一小時的節目 那還是真的很值得看 就是他平常是世界上 這麼有名的音樂家 作曲者 然後可是他只活到七十一歲 那他後來都是癌症 你就看到他的消瘦 看到他的頭髮全白 然後那種憔悴 可是外表都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他每天寫日記 然後每天寫日記的時候 其實寫日文 我實在老是不是看得很懂 可是他的 你看到他寫日文的日記的時候 你就發現他最後很療草 沒力氣 一方面是沒力氣 一方面是覺得 就是死神要來召喚他 然後他就 對人生有很多的感嘆 這是我 日文我不是看得懂 可是你又感到生命 當生命一點一滴 不斷地在消失 你知道你的生命 無多的時候 即便這樣一個世界偉大的音樂家 他依然有非常多的情緒在裡面 他還是會覺得 為什麼我要走這樣 那種感覺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